大部分都是用JavaScript寫的 那有些當然不是的話 不過你們可以試試看 大部分也都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 但不保證全部都可以 再提供給各位 至少Yahoo奇摩 或者是其他有幾個股市 我試過都OK 那怎麼做 基本上 第一個 你網 這瀏覽器一定要用IE的 因為Excel 裡面用的那個瀏覽器 其實是用 IE瀏覽器的物件去顯示出來的 所以它跟IE瀏覽器是同一個模組 所以如果你要變更 你要把這個保護取消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從什麼 工具裡面的什麼 網際網路選項 網際網路選項裡面的安全性 安全性裡面的那個自訂層級 就是網際網路選項裡面的安全性 裡面的自訂層級 那你把那個JavaScript的功能關閉就可以了 在自訂層級裡面 這個自訂層級裡面 你把這個卷軸拉到中間的位置 大概中間再往上一點點 你可以看到有一個叫 Action Script 這個就 其實這個指的就是JavaScript 是不是要處理指令碼 因為它的保護呢 基本上你的指令碼都會被執行 因為預設是什麼 啟用對不對 那如果有啟用的話 那你要露一些資料的時候 它就把它擋住了 它就不讓你去做 或者像你們有很多網頁啊 它你按右鍵 它就跟 右鍵想要複製它的東西的時候有沒有 它就跟你講說 請尊重自衛 或者完全沒有作用 這個時候呢 請你把什麼呢 一樣的做法 請你把這個安全性 自訂層級 這個地方 捲軸大概到這個位置 中間再上面一點點 叫Action Script 把它怎麼樣 進行 對 對